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滑蛋韭菜鍋貼 現在這個鍋貼 我們的皮是之前視頻 剩下的 我們將它放進雪櫃之後 將它拿出來解凍 就可以開皮 這個皮放進雪櫃 它更加純滑 我們好像打麵的形式 將它開薄 這個方法開出來的皮 它大小 適中 厚薄一致 而且做的皮 是皮薄餡靚 這個滑蛋鍋貼 我們用韭菜切碎 將雞蛋和它混合 炒成滑蛋 用一個芽吸 將它吸成件 現在這個鍋貼皮 它非常薄 而且 大小適中 這個頭尾 我們等一會 可以重生壓過利用的 這樣就開好鍋貼皮 這個炒滑蛋 我們之前有視頻介紹過 大家可以參照這個方式 將它炒成滑蛋九彩之後 包上鍋貼皮 也是一個新的鍋貼品種 稀介紹過 來試試看 帶了一片尺點 現在就可以這些鍋貼報 給它來寫明 帶了owo about 扮 reporter 魚人 remade 這麼多 可以推薦 鍋貼的關鍵是左右手指互相配合 這樣包出來的鍋貼 形狀就好看 紋路又細 呼住 聲 Jong鼓 聲聲 你 plug questions 喋一下 � conquer 喇喇 聲聲 他聲聲 你說 說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慢鏡頭 一邊手指就打折,一邊手指微微向上推 這樣兩者配合這個鍋貼就拋得快 美觀 拋餡的同時,中間的手指稍微向下 這個鍋貼就裝得多,而且鍋貼不會碰到皮的邊 將近百好的鍋貼時候,提前十分鐘燒好一鍋滾水 現在鍋貼做好了,我們上樓 這個鍋貼大小適中,這個鍋貼裡面是熟餡 我們大約蒸七分鐘時間左右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鍋貼猛火蒸了七分鐘 鍋貼冷了之後,我們就開一個平體鍋,把它煎香 如果生餡的鍋貼,就要蒸九至十分鐘 因為裡面這個鍋貼全部都是熟餡 主要就是蒸熟那個皮類 放上適量的油,用中慢火 煎至兩邊金黃色 煎鍋貼的時候,我們把它不斷轉動 讓它熟熱均勻,顏色均勻 煎咬的熱均勻 我們在裡面吃得到 煎的熱均勻 煎炸 現在這個鍋貼的顏色基本可以的了 將它裝上起皿 色澤金黃 鍋貼成品皮香爽滑 對面餡的滑蛋配韭菜是一個非常野味的菜式 配上鍋貼皮的造型是一個非常美味的鍋貼 喜歡的朋友可在家裏做些品嘗 喜歡的視頻請你訂閱、分享、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期節目見 拜拜 下期節目 下期節目 要不要留下 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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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